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工业建筑业还是汽车制造 电气制造 以及其他行业对钢铁的产品的需求越来越大 钢铁生产企业为满足市场需求 也不断扩大产能 增加产量 德龙泰国股份有限公司 为满足泰国市场对热亚载带钢产品的需求 于佛利2557年1月9日注册成立 德罗公司旨在成为泰国钢铁工业提供高品质 热亚带钢产品的先进制造商 公司理念 D. Dedication to Company Richards 为实现公司远景而努力 L. Loyalty to Partners 忠诚合作 T. Trusted by Customer 精益产品诚信服务 公司由中泰两国具有丰富生产管理经验的知名钢铁企业合资共建 德龙控股有限公司 注册于新加坡证券交易所 是一家在中国钢铁行业中处于领先地位的 由烧结到热压带钢的联合钢铁企业 亚洲金属大众有限公司 德斯铁大众有限公司 是生产销售钢板、钢管、建筑钢材 以及相关钢铁产品的企业团队 在泰国境内 具有丰富市场营销经验与能力的钢铁供应商 以高品质产品和精心的服务享有盛誉 德龙泰国股份有限公司 地处具有国家战略交通区流的 泰国罗永府保丁县安美德工业区内 占地面积五万六千多平方米 靠近联差邦国际深水码头 宁静首都曼谷 便于公司为客户提供快捷的安全送货服务 公司的专业技术专家团队 设计并实践在生产热压带钢过程中高效的优化生产程序 使产品更适合于钢管 建筑钢材 切合钢板 压形钢板 钢制零件 和其他钢制产品的再加工 与普通热压宽带卷钢板的生产相比减少了废料的产生 为保证客户能获得最佳质量的产品 在选择用于生产的原料方面 从南美洲 亚洲 欧洲 等世界顶级炼钢厂 进口钢板P 所有供应商提供的原材料 都必须经过德龙泰国股份有限公司 试验时严格检验 由专业检验人员采用光谱仪检测 确定板P的化学成分 严格控制板P的原材料的进场检验程序 选择具备质量检测能力的港口交付货物 按国际标准运送原材料 热压载带卷钢板生产流程的六个工艺步骤如下 批料准备 是原材料准备的过程 统计核对产品规格 产量等详细信息 为切割环节做好准备 板P切割 是为生产工序而准备所需尺寸的板P切割过程 加热炉 板P切割后 送入加热炉 使用天然气NGV作为燃料 按工艺要求 加热到实际温度 炉类被分为成三个区 预热区 加热区 均热区 出炉板P通过滚道送入高压除灵机 经过168的高压水 对板P表面氧化铁皮进行清除 出压机 使用AGC和AWC分别对板P厚度和宽度进行控制以满足产品质量要求 金压机 生产出符合客户要求尺寸的带钢 并通过控压控冷满足性能要求 卷取区 钢板卷取工序是使用两个通道切换卷取 通过两台机器切换运作交替完成 卷取 能够卷取最大厚度为6.00毫米和宽度为420毫米的钢板 通过输送滚道 将钢卷送入打包 称重和贴标签区 标签间详细记录代钢信息 并运送仓库储存 产品检测 公司设有现代化的质量检验室 监控整个生产过程的运行情况 使用光谱分析仪 万能拉力测试仪 磁力显微镜等先进设备和仪器 对产品进行检验 确保产品质量已满足客户需求 专业运送团队 为客户提供快捷安全的送货服务 公司还通过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和国家工业标准办公室 授予的产品质量标准认证 公司注重员工培训 提高知识与能力 为员工设立健全的福利体系 确保工作已生产安全 重视建立管理层与员工之间的良好工作关系 定期组织各种活动 以培养员工团结合作精神 激发员工的自豪感 参与社区活动 并长期支持社区建设 为确保企业持续良性发展 公司秉承环保理念 使用清洁能源天然气 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 设置废水处理和再循环使用系统 减少工业用水排放 控制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噪音及粉末 德隆泰国股份有限公司